美国司法部近日表示 将审查德克萨斯州小学枪击事件中 执法部门的应对行为 德州尤瓦尔迪士罗布小学 5月24日发生恶性枪击事件 导致19名四年级学生和两名女教师死亡 执法部门人员在枪手进入学校 近一个半小时后才将其击毙 枪案发生后 警方发布的消息前后不一 甚至互相矛盾 随着幸存者发生 更多案件细节披露 民众质疑警方为何第一时间不展开行动 司法部说 审查适应尤瓦尔迪士市长请求而做 将由司法部下属社区警务办公室负责完成 审查目的在于就当日执法行动 拿出一份独立报告 从而总结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帮助应急人员更好地为活跃枪手事件做准备 并做出反应 审查将以公平公正独立方式进行 并公布审查结果 此外 美国总统拜登伏伏上周日前往 尤瓦尔迪士慰问了死伤者的家属 拜登还于5月31日表示 计划与国会议员就枪支问题举行会议 而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馆3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为期三天的阵亡教职纪念日假期期间 美国共发生了14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导致9人死亡 63人受伤 包括加利福尼亚州 密歇根州 德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等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馆将包含4人及以上受害者的枪击事件 归为大规模枪击事件 根据新的节水令 从6月1日开始 洛杉矶市的人们每周只能根据街道地址 进行两天的户外浇水 室外浇水限制由目前的每周三天 调整为每周两天 周一和周五允许在基数街道地址浇水 周四和周日在偶数地址浇水 洒水器浇水的时间限制为8分钟 带有节水喷嘴的洒水器将被限制在每个站点15分钟 所有浇水都必须在晚上或清晨进行 上午9点至下午4点之间 不允许在户外浇水 下雨时和下雨后48小时内也是禁止的 另外政府还敦促有泳池的居民 使用泳池盖以减少蒸发的风险 并呼吁人们旨在商业洗车设施洗车 洛杉矶市将会增加人手巡逻 以保证限水令顺利执行 如果违反条例将会先进行教育 但如果需要将通过罚款和罚单升级 处罚以书面警告开始 然后第二次书面违规罚款200美元 第三次书面违规者罚款400美元 第四次书面违规者罚款600美元 如果人们顽固不遵守 将会使用流量限制器或进行中止服务 欧盟特别峰会5月30日和31日在布鲁塞尔召开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30日深夜宣布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就对俄罗斯第六轮制裁达成一致 将立即禁止进口75%的俄罗斯石油 通过管道供应的石油暂时例外 在今年年底前 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将削减90% 以减少俄资金来源 给俄罗斯施以最大压力结束俄乌冲突 米歇尔表示 制裁方案还包括将俄最大银行 俄罗斯储蓄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 兼金融通信协会系统之外 禁止三家俄国家媒体的新闻信息产品 以任何形式在欧盟落地和传播等 此外 欧盟准备向乌克兰提供90亿欧元 以支持其重建 欧洲理事会将继续与七国集团成员国一起 帮助乌克兰满足当前对流动性的需求 商社区 调政局 商社区 赞兰 城多顺 智贸 champ 固